你敢相信一匹马能价值10辆跑车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世界上最贵的马 大魔王看了 我真是连左毛都买不起 第一名纯鞋马 一匹叫做FP的公马 它于2000年时成交的价格为6400万美元 约等于人民币4.34亿人民币 在它之前 一匹叫绿猴的纯鞋马也派出了1.11亿的添加 遗憾是在2018年 绿猴就因马蹄发言去世了 作为纯鞋马 该品种的马蹄爆发极强 以其短距离的速度非常快 闻命于世 在赛场上是叱咤风云的马种 拍卖架也是稳居世界首位 17世纪时 纯鞋马最早是在英格兰游 阿拉伯马 西班牙马 还有加勒维马 杂交繁殖得来的 通常提高是1.5到1.7米 结构匀称 外表漂亮 据统计 千米赛跑最佳记录为53秒7 瞬间秒杀其他马种 说他是马中赤兔也不围过 不过纯鞋马虽然跑得很快 可是有力很差 不善于长距离赛跑 也因此作为赛马使用 不试做其他用途 如果说纯鞋马以贵为名 那下一位就以俊梅取生了 第二名 古里斯兰马 纯鞋马靠血统吃饭 那此马就是靠颜值 获得人们的青睐 在美国 一匹叫做斐特列大帝 在网上走红 如何形容这批黑马王子 马毛带墨汗气争 飘逸黑发迎风棚 乌郡金安随身洞 取省陆地 驼立行 瞬间俯获了网友的心 出入在美国的 这个斐特列大帝呢 他呢血统却是英国的 纯种弗里斯兰马 作为英国马中最好的马之一啊 可跑中的这个斐特列大帝呢 彻底就是一个有着 潇洒长发的王子 风姿潇洒 从容淡定 英军中带着优雅 王者气息惊险 在太阳下奔驰起来 一身黑色的毛发 通体亮光 如同最耀眼的黑宝石一样夺目 拥有炫酷的李子汤 炮滋优美 灵动飘逸 难怪被称为马中舞蹈家 如果说你养一匹 还是算了 要知道 斐特列大帝一次配种 费用高达3.5万人民币 更别提把他买下来的价格 主人愿意 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的粉丝 都不乐意 第三名 叫做阿哈尔杰金马 不过人们更属于他另一个名字 汗血宝马 天马 当你见到他时 一定会忍不住想摸他 感受一下丝滑的触感 汗血宝马 拥有一身闪闪发光的 香槟色的皮毛 宛如绸缎 仿佛梦境中的金马 被公认为是地球上最美的马 其身润滑透亮 头细颈高昂 四肢离天地 步伐轻营养 身高在1米45到1米73之间 平均身高是1米57.3 作为史上最古老 稀有的马种之一 目前全球就三千来只 一批身价 更是达到了上千万 我国仅有11匹 其余都生活在 被添马之乡的 土库曼斯塔 可这国外的马 为何出现在国内呢 公元前126年 汉朝著名的探演家 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张谦从西域归来 引进了这种添马 因为具有皮肤薄 血管外露明显的特点 使得皮肤的粉色更为突出 且于土库曼斯塔 一代生产木须 这一游性极高的牧草 本地人把它用于马寺 使得汉血宝马的皮毛的 油性含量比较高 在太阳一架 反射光泽特别漂亮 当汉血宝马运动起来的时候 由于血管充血 皮肤显得更加鲜红 加上流汗后光线反射 血液在血管中流动 容易被看到 出汗后局部的颜色 就会显得更加明显 流汗变成给人感觉流血的感觉 故知称为汉血宝马 从此呢 天马来出 月之枯 被为虎闻 龙翼鼓 一身赤色 刺行云 千年之后马长柱 看完了以上三种马 如果是你会选哪一批当做棋呢 欢迎留言啊